刚刚介绍的是 纯文字档 TXT档 如果你现在要用别的档案 类型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把刚刚的TXT 改成DOC 这是Word的档案 它还是一样可以使用 所以它这个档案类型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比如说 我们先附加一个资料进去 点两下 附加 点两下 总共附加了三个 那我这时候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 它会直接用Word打开 有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它会问你 我就不管了 直接选 所以它有增加了三笔资料在里面 那所以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把它 用储存资料的方式 存进去 这是旧的 所以再开启一下 好 这个是 刚 储存 资料 存进去 开启档案 就会是新的 就会是新的 所以跟刚刚一样 只是说我们今天 格式换成DOC 一样是可以做的 那除了文字档之外 像那个 试算表也可以 试算表 比如说 XLS 试算表 好 我一样复制 那么 所以我如果附加资料的话 它会用栏位的方式 一样会用栏位的方式去增加 那你去开档的时候 有没有 好 这就是那个编码的问题 好 我们先 我们用中文的看看 好 英文的 好 附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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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旧档关掉 好 附加 好 开启 好 好 所以它就会把 好 把资料都加上去 好 那 所以一样 好 如果你今天是用儲存资料的方式 好 儲存资料的方式 好 那么它就会把原来的盖掉 好 原来就会不见 好 就会把原来的资料弄不见 好 那如果你想存两个栏位 好 你想存两个栏位的时候 好 我们就可以用CSV的格式 好 那 CSV是用逗号分格 好 所以如果你要两 两个以上的资料 我们直接在附加的资料里面呢 直接就 就用逗号 逗号 来做分格 好 所以我点 点 好 这时候再打开 有没有 它就会直接分到三个栏位去储存 好 因为它是CSV 是用逗号分格的格式 所以它就会把资料分栏 所以它可以支援不同格式的地方 那我们应该建议它这边 中文的部分 是不是编码的地方 看能不能从积木那边做处理 好 以上是 档案读写的部分 看能不能 这边 这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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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